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娱乐哄啪单元 今天第三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歌手音乐制作人 也是音乐诗人周志平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他的新专辑中年男子 以及分别会在4月2号4月8号4月16号 三天举行的一个tour演唱会 等一下我们会仔细地去跟各位报告 这三个演唱会的三场的时间和地点 首先这个专辑的行程 好像还经过很长的时间 大陈老师好 先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号 我是周志平 这个专辑其实酝酿时间真的蛮长的 从2011年就开始酝酿这个专辑 那个时候我的人还在北京 然后跟北京的一些朋友 我们组了一个独立音乐的厂牌 那个时候我们营运的 老实讲一开始营运的很差 就是歌手推不出去 然后我那大党就跟我讲说 周老师要不你重出江湖 你再出个EP 然后带着我们的歌手一起闯荡江湖 多好 那时候有被他说动 然后就准备了一年多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EP 本来想做了一个EP 准备了三首歌 里面包括了中年男子 还有爸爸的鞋 爸爸的鞋 对 准备了三首 然后要推出的时候 其实我犹豫了 因为我觉得中年男子的歌词没写完 歌本身不完整 对 他应该要 他应该是A段应该有三段式的歌词 我只写了两段 然后第三段是用REPEAT的方式 他们想都 他们都想说这样子其实也可以 可是我就觉得也别扭 听众不见得知道 但是自己觉得别扭 做的人心不安 对 然后我跟他们讲说 等我做完 就是把这首歌新写完吧 然后我就一脱下来 那他们就 他们就 他们想说 这样子也没关系 就印出吧 2011年的时候 对 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准备好 然后我想说 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那我整张上 我做一个 做一个专辑的话 我就可以不在乎 这一首歌 少一点 那要不就 等我做个专辑 他们都量了 做个完整的 大的 对 他们都量了 本来准备了这么久 大家都兴志勃勃的 结果就被我 一盆凉水这样泼下来 事情就delay下来了 我不但说 中年男子那首歌 第三段没写出来 是 其他歌也一首没写 子如初见 那时候已经有了 但是 已经有 但是 等于是耽搁下来了 对 他其实是比较早 子如初见 那首歌 其实是比较早的 是在我2010年的时候 我就写给一个 广东的一个歌手 他先唱了 是 那可是因为这首歌 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我会把它拿回来 好 子如初见 我们先来听一听 这首歌有点长 但是 我们 他的趣味 让我想起来 人生若子如初见 对 人生若子如初见 我是从那一 那一句的歌词 把它 揭取 揭取出来 然后 其实只是用那个心境 去写这样子一个歌词 是 这是清朝的大辞家 非常年轻就过世的 纳兰成德 他原先的作品 这一句特别有名 他可能 可能是整个词史上 最著名的单句 对 人生若子如初见 子如初见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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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男子是你的第六个专辑 对 第六个创作专辑 离上一个二十多年 二十五年 对 中年男子 我特别想问的就是 你会想要在贯穿这些歌里面 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吗 尤其还有就是跟这一次的演唱会 如初 好像应该有一个内在命题上的联系 其实在专辑里面 为什么专辑把中年男子这首歌 拿出来当作专辑的主题呢 就是因为 这一整张专辑写的都是一个 中年男子的各种心情的面向 包括积极的 包括消极的 那里面还有堕落的 放纵的 就是他是一些 就是代表的 我这个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各种的心灵 他的心理生理的 生理的状况 心理的状况 一些生活的哲学 然后对于爱情的一些感觉 都就是 就是以一个中年人方式去呈现他 从你出道以来 这些很多年了 这是第一次在高雄 就开场是在高雄 对对对 演唱会 4月2号 星期六 是在高雄 对对对 而且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叫博尔 对 高雄博尔 Life Warehouse 是 那个地方是一个新的一个区域 很多人去那边玩 你之前去过高雄的 去过高雄 但是也就是 大概随意的唱了几首 对对 拼盘的演唱会是常常去 可是没有在高雄开过个人的演唱会 是 这是礼拜 4月2号 礼拜六 礼拜六 对 接着就是4月8号 礼拜五 回到了台北 对 Legacy 对 之后另外还有4月16号 在台中的 也是Legacy 对 台中Legacy 如果我们有听有在高雄用电脑听我们的节目 你有什么话要先跟高雄的观众说一说 因为其实一直有很多高雄的朋友 他们希望我在高雄做演出 那么 因为其实之前一直老实讲也是没有机会 然后高雄演出 如果做个人的话 其实他要准备的东西太多 要 是 我们的这个 这个很多东西都要运下去 包括音响设备 包括 比如说你光带行李 光带吉他 都得一大车 那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这次因为我出了专辑 我想希望说 他是我一个音乐生涯的另外一个起点 那最起码 你高雄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去一趟 是 做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开端 那因为这音乐的这个生涯是起起落落 对不对 那这次算另外一个山头 从山头出发就要有山头的起点 以专辑作为起点 然后这个演唱会就与高雄作为出发 是 完成一个也算是多年的心愿吧 这一次的专辑 我想先说一说 他很特别 你花了大工本是吧 做了一个歌词本 而且 对对对 里面还有非常精致的照片 此外 那个封面的设计也很有趣 是个puzzle 是个拼图版 对对对 有意思 但是这个意思要你来自己说 因为其实我们最后会选择这个拼图来作为这个专辑的封面 其实它有很多个很多个意义在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拼图 它每一个拼图 它象征我人生的一个部分 它组成了 这些拼图组成了我的音乐的人生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这些拼图 它每一个拼图 它代表了我一部分的心情 它组成了我这一首歌 这一张唱片里面的每一个歌的部分 就是不管人生还有专辑 它都是由一些生活的拼图去组成的 是这样的一个音乐 而且拼起来是你穿的应该是高中生制服的 拿着其他制品中学 一个黄卡机制服 这个当然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感觉到也 你也在富于顽抗 不接受中年的挑战 就是我们虽然人到中年 可是心境还在年轻 我要听一听这首《思念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置一个对望 otro Mulgitu 她出品 他感神地固 巨夜缠绕 迎着风飞舞 与沃 云濕 以示每一次记忆 每個畫面 都清清楚楚 那是我的幸福 我的旅途 我的思念書 心在午夜三點十分 你的世界該是白天 這裡的冬天不太冷 你的窗外是風的對面 幾張卡片留著心臉 幾個訊息或者笑臉 黑夜的天空與千隻眼 每個都在說著想念 映在我的心裡 悄悄種下一棵思念書 它根深低谷 聚夜纏繞 迎著風飛舞 你是每次記憶 每個畫面 都清清楚楚 那是我的幸福 我的旅途 我的思念書 思念書好像它不只是一個時間上面的拼圖 它還有一個空間的故事在裡面 其實最少寫這首歌這個名字是我的經紀人給我的 我當時在台北一個經紀人 因為他同時也是潘安邦的經紀人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潘大哥要出歌 你幫他寫一首歌吧 然後他就給了我這個思念書 他說你照這個題材下去寫 我這歌才A段 B段寫了兩句 然後就接到消息 潘大哥去世了 是 然後那首歌我就寫不下去 我就把它擺在電腦裡面 然後就其實那個時候一直心情很差 就是不想去寫這樣子的題材 原來他還有一個情歌的設定 至少是兩個人不在一塊兒 而且在隔著一個半球 這看起來是一個很浪漫的幾個 因為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潘安邦他有時候 他很多時候是在台北生活 那有時候家人在美國 那那個時候 所以你是想像他的 對 一開始是有點想像他的 有時差的思念 對 然後呢 後來我就把它擺著 然後我後來把這首歌 因為自己要做唱片 我覺得這個題材我還是把它寫完吧 然後寫的時候 我就故意把它寫得很溫暖 我就不想寫得那麼悲傷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人生的過程中 其實有太多值得我們感謝的人 在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 有那麼多人 是他值得我們懷念 值得我們感謝 然後我們是 那個時候我的那個 給我這三個字的名字的經紀人 他已經去世了 他那個時候剛剛去世 對 這兩個人 也像同時紀念兩個人 對 兩個人都去世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心裡面是雖然是很悲傷 可是我不想把悲傷的情緒寫下去 我想寫一個很溫暖的東西 在面對中年男子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想你一定有個感觸就是 仿舊半圍鬼 越來越多 你身邊的人不在了 對 不在了 對 那這恐怕也有一種不斷在 遂行一些你不願意的 或者是不能面對的告別 是 是 是真的是這樣 因為真的我在創作那些歌曲的時候 我身邊很多不管是做音樂的朋友 還是以前小時候念書時候的智友 就是最好的朋友都去世了 是 那那個對我們衝擊其實是蠻大的 然後後來又碰到疫情 看到很多我們小時候的偶像 是 也去世了 那個時候那個感觸真的蠻深的 我們來先聽一聽 《中年男子》 這是等於是這個專輯的命題曲了 是 主題曲 我們來聽一聽 《中年男子》 族子過了河 就應該一無反顧 可往左還是右 怎麼還跌跌撞撞弄不清楚 後浪他太可惡 一個劇兒地往我身上鋪 喔 這心裡的苦 找誰訴 老朋友見了面 有的法覆有的圖 一提起像當初 個個都美肥色物 《中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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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聽一聽 周志平的《如初》演唱會 4月2號在高雄 4月8號在台北 4月16號在台中 三個地方舉行 終於明白自己 並非與眾不同 面臨冷眼嘲諷 只能懷疑尷尬的笑容 狂凌一場夢 醒來已經是夕陽紅 神不分英雄勾雄 那來的碎白猶柔 這首歌顯然有跟李宗生 較勁的味道 其實不至於不至於 談一談這首歌的緣起 這首歌就是我剛才說 因為在2013年 中斷了這首歌的發行的腳步 然後後來一直到了 就是疫情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沒有 沒有什麼藉口了 本來一直說自己很忙 要演唱會 要幫人家做唱片 還要寫一些東西 很忙很忙 結果後來到了疫情開始的時候 就真的沒藉口了 是 然後我想說 真的該完成的夢想 應該要去做完它吧 然後就開始就寫 可是那個時候 就是把這個中年男子拿出來 就有很多的新的想法了 我一開始寫的那一句是看到 那個那個 這個周星馳在那個 《喜劇之王》裡面的一幕 就是他不跟那個 吳孟達要便當嗎 吳孟達不給他 然後就很尷尬的笑 然後就偷了一個便當就走了 結果就寫 就把那句寫出來 就是面對冷靈嘲諷 只能露 只能懷疑尷尬的笑容 然後寫了這句以後 他有一點像是對我 就人生的一個妥協了 就是你對於40歲這個成長的 本來有的那些憂慮 本來有的那些遲疑的腳步 本來有那些 不該有的那些想法 一些糾結 對 釋然了嗎 就是在那一刻 我覺得我已經跟他妥協了 已經有釋然了 所以就很快的 把那個時候的心情 把他寫下來了 就是最後這一段 就真正開始動筆下來 寫了 就大概就一天就完成了 我剛剛提李宗盛也是這樣 他很接近一個 更回到原初生活的語言 而且這個 他非常口語 是是是 也很容易辨認 而且也不膠著在 那個情感發動點的 內在衝突啊 或者是什麼 好像 有點煩人歌派的 對 因為 其實我也很喜歡 李宗盛他的那種 歌詞的那種寫法 他的 他的詞曲咬合 非常自然的 對 我總覺得 他是隨身帶著一個小筆記本 然後 身上這個 腦袋裡面隨時 就有什麼樣的一個靈感 他就會把它放下去 所以他的歌詞 其實很多 他是拼湊式的 可是他把它串起來 串在一起 就說 你很看的 就很明顯的覺得 這個可能是他 這個上個月的想法 這一句可能是他 三天以前的想法 這一句可能是 今天跟人吵架以後的想法 可是他把它串得很巧妙 就是說 裡面有很多的主動機在 不同的主動機把它把它串連起來 是 你剛才提到 這一首歌的來歷 包括還跟另外兩部 兩首歌 一首是 剛才播放的指如初見 另外一首是 爸爸的邪 這是已經開始 但你那個時候 我更有興趣的是 你有一群合作夥伴在北京 對 而且好像你們之間的磨合 也有很多故事 那個時候我們是在09年 就是我跟我的搭檔 在北京一個好朋友 叫葛飛 我們兩個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叫 草台回聲 為什麼叫草台回聲呢 他想做一個叫草台音樂合作社 我想做一個叫回聲唱片 就是我想做的是主流 他想做的是非主流 這個小眾地下音樂 結果我們兩個就 談合作就把這個草台跟回聲兩個合在一塊 想說什麼都做 可是後來發現什麼都做 我們的經費有點困難 所以後來就 往獨立音樂方向走 這個合作一定也包括了 怎麼樣發片 怎麼樣開演唱會 對 其實一開始很簡單 因為那個時候他已經沒有 在北京的話 他的就不需要大的宣傳 因為你也沒有大的宣傳 我們上不了電視 沒有那樣的經費可以上電視 那你的演出形式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演出形式就是很小 從一開始那種 我們在七九八 就一個廢棄工廠的集合地 假日也有很多人去 我們就租一個小教室 那樣的一個小空間 裡面什麼都沒有就空的 我們連音響也不帶 就歌手就一人一把吉他 現場唱 那樣的空間 他有一個自然的回聲在 然後呢 然後大概裡面可以做個大概四五十個人 我們就這樣小型的 就一個演唱會一個演唱會辦 然後大概辦了整個 我們走了大概一年 每個禮拜 對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去辦一場 大概走了一年 你的聽眾有老的fan 跟新的這個粉絲嗎 都有 因為他那地方大概年輕人去的比較多 那當然偶爾也有年紀大一點的去 那可是那個時候我們的獨立音樂 其實是主要走年輕人路線 是 所以在那個地方 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我們每一場都會請媒體去 就是說一些雜誌社的報紙 這個主筆 他幫我們寫 然後 對 然後一些電台的DJ 然後去維持這樣的關係 嗯 然後呢 一方面我們也趁著這一些小演出 去找我們心目中的歌手 另外還要拓展你們的演出團隊 就是 所以那每個禮拜都有新的歌嗎 應該不容易吧 呃 這真的每個禮拜都有 因為 後來很多 就是我們沒看上的 什麼意思 我們就是 他在我們的節目裡 在我們那個那個地方演出 然後我們沒看上的 後來都有了大發展 就是超級大發展 呃 包括像 呃 寫那個董小姐的那個 哦 這個 就是 他也在我們那邊演出過 可是我們沒看上他 呃 宋宗爺 呃 對對 宋宗爺 他跟我們也 那個時候也認識 然後他說要來唱 我們就讓他來唱 他唱完我們都搖頭 不行 寫的東西也不行 唱的也不行 結果後來 不得了 結果後來那些好的作品 是他後來做的 哦 後來就爆發了 郭元朝 那是後來的 對後來他這個創作大爆發 我們沒趕上 嗯 嗯 嗯 這是緣分啊 對 但是中年男子這一套專輯 在多年以後 發行 我 我 很驚訝 你的設定是 五百套 嗯 而且好像還 不是太願意發那麼多 不是因為成本太高 對 這個說一說 我很 我很驚訝 對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那個封面是做那個拼圖 是 而且是雙面拼圖 嗯 他那個光封面就是就是兩百兩百五還是兩百七十五 光那個封面呢 嗯哼 就是兩百多塊就去了 嗯哼 然後再加上那個這個銅板印刷這些 你還要拍照 對 沒有沒有 那些都不算 那些不算 就是光印刷的成本 這一套要五百多塊 嗯 嗯 就等於說我們賣一套 然後扣掉這個發行公司要拿的拿的回扣 是 我們每一套賣出去只能賺二十塊 這只是印刷成本而已 其他都不算 所以跟剛才我提的照拍照了什麼這些都都還不在 都不算拍照我們自己人拍 文案自己人寫的 我自己寫的拍照我的這個這個製作夥伴幫我一起幫我弄的 是你在臉書上是提到過這個 這個賺二十塊錢 對 然後因為他總有我們總要有這個這個宣傳的 嗯就是譬如說給朋友的啊或者是給這個製作單位的啊或者是 那真的真的就是 但是你的一個心態很好 嗯 你有一個名片的說法 嗯 因為他本來一個現在的這個唱片 嗯 坦白說你要有有這種實體出來他都只能算是名片 是 那名片嘛就希望說越便宜越好嘛 對不對 是 那我這反而往貴的地方做 就有點把名片做成紀念品的感覺 我們來聽一聽這首歌 《一路瘋狂聽一段》 就像在沙漠裡等待著花開 想走在每路坑腿的懸崖 想走在每路坑腿的懸崖 如果生命還有最後一絲精彩 那麼我依然全力去愛 無緣情地化成風中的塵埃 只因為面對自己還有期待 於是那一點點心又不甘 智力也不甘 天熱夜夜 思緒裡犯漿到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月23号 星期三 今天娱乐红帕单元访问的是歌手 音乐制作人也是万好人称 音乐诗人的周志平 他的新专辑《中年男子》 从去年到现在 以及今年我们要迎接他在4月份 4月2号 4月8号 4月16号 分别在高雄 台北 台中 要进行的演唱会 如初 人生若止如初见 如初 我们现在听的这首《一路疯狂》也是志平在如初演唱会会出的 谈谈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算很特别的一首 因为我从不写励志歌曲 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写励志歌曲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写 因为你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90年代最红的那几首歌 《我的未来不是梦》 那都是励志的东西 我从来不写这种东西 因为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不写我没有感觉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我对那种东西毫无感觉 就是我不觉得为什么要写那个励志歌曲 是要鼓励我自己吗 或者鼓励虚假的别人 不存在的别人 对 我觉得在那种笔法里面 我写不出我自己真正要写的东西来 这个也有趣了 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些个诗教里面 教人家怎么样做事 里头有风雅颂 这个颂是最难的 像风是民谣 那个雅是社会批判 可是到了颂 那是最难的 因为歌功颂德就是拍马屁 对不对 你又不能不歌功颂德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煎熬的 而且非常艰难的学问 其实励志歌曲 另外一个观点来说 它是对人生的歌功颂德 对 可是你还是写了一首带有励志品味的 可是我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它就真的是我自己的心情了 怎么说 因为我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 它不叫一路疯狂 我一开始写了一首歌叫做 我在秋天醒来 里面是很悲观的 那种就是人生的黑暗面 心里的阴暗面 然后写完以后 第一个我觉得旋律不好听 第二个 然后我看了那歌是 哎呦有必要写的这么惨吗 然后后来我就那个歌 我就不要了删掉了 然后呢 我后来在重新在做自己的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写一首歌来 纪念一下我现在自己的心情 就是我要 就是我用了六个字 用了六个英文字 we live we dream we sing we dream we fight we live we love we die 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 人生不过就是live love and die 我们在这个 在这段时间里面 把握住 我们要 we sing we dream we fight 听起来很像很像 我小时候听过的一首英文歌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ime 对不对 里面就有 这个差不多你刚才提到的主题 对对对 然后呢 那个就是 他其实不是说立别人的志 而是我纪念我自己的心情 在这一刻 然后我把那个 就是 就是我原来写好的那个 我在秋天醒来 他里面的有一些文字 我把它摘取 摘取出来 像在悬崖上面 对对对 那一句是怎么讲的 对 我本来在秋天醒来的时候 我在秋天醒来 我在秋天醒来 在无路可退的悬崖 对对对 对 听起来是很悲观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你把它放到乐观的词句里面 它就变成乐观了 是 对不对 然后 里面有太多这样的词句 我把它摘取下来 那就 整个歌 它就 就豁然开朗了 嗯 它就代表了我那个时候 在创作这一端 这一张专辑的时候 那一个心情 嗯 对 是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 非常想听的歌 其实还有两首 一首 《多情夜台北》 一首 《爸爸的鞋》 先来听一听 《多情夜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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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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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多行夜台北》 好像后面也有一个创作的故事 非常有趣 因为这首歌 我一开始在写的时候 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 作词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我刚去北京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一堆歌词 他说周老师来了 我们认识一下 然后就给了我这歌词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不错 然后我一开始就跟他合作了一首沙子 后来给孙乐唱 这也是在北京一个蛮有名的歌手 然后后来呢 这个作词人就慢慢红了 他现在已经是 大概北京作词人里面 算是年轻一辈的 算是顶尖的一个人物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歌词 叫做暧昧万岁 暧昧万岁 对 暧昧万岁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词挺有趣的 写的就完全就是年轻人的心情 我大概就花了五分钟 就把它铺取 把它完成了 是吧 然后这个铺取完成以后 他问我说要给谁唱 摆着吧 反正我自己也不出 对不对 这个歌也不适合我唱 对不对 然后我那时候有一次去上海演唱会 觉得没有歌可以唱了 我们来唱个新歌吧 就把这首歌 就把它放在演唱会里面 结果编出来唱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听啊 蛮好听的 然后底下观众反应也蛮不错 他们反应只是 这歌不像是周老师会唱的歌 因为那歌词太年轻了 然后后来我要自己在做这张 这个专辑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歌好听 我们把歌词把它换掉吧 然后我把它旋律也改了 大概跟动了25% 然后歌词我说 我就跟那个 那个座词人讲说 这歌词不适合我 我现在这张要写一个中年男人的心情 那你帮我写中年男人的东西吧 他写了从头到从前到后 写了六个版本给我 通通给我退货了 就是不行啊 我觉得他抓不到我要的东西 然后后来最后 我就我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 多情业台北 你把台北放进去 对 我跟他讲说 我们来写中年男子的堕落面 就是你把这一面写进去 然后他又最后给我一个版本 那最后版本稍微接近一下我的想法 然后呢 我就把它前面六个版本 加上最后一个版本 然后汇整重新修改 然后把这个歌词完成 对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一定要听一听爸爸的写 赶快先把叶台北告一段落 来 爸爸的写 是一条车 我们的时间不多 但是我一定要听听你讲一讲 爸爸的像船一样的写 其实这首歌 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机场 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 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带我的宣传 他跟我讲说 他最近看了一部台湾的片子 黑白片 然后里面写的一个爸爸带的一个女儿 然后是 爸爸是一个修船工 然后带着女儿住在那个 这个废弃的仓库里面 我那时候脑袋里面很多想法 爸爸带着女儿修船 那个潜水 那镜头多漂亮 带着女儿在 在那个废弃的那个 这个这个仓库里面 像一个荒芜的乐园一样 脑袋里面全是那些温馨的镜头 就把这首歌写出来 然后后来我去看了那部电影 戴力人导演 哪有一天不想你 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在想 如果早看了他的电影 这首歌我写不出来 因为脑袋里面是温馨的画面 他不是 但是我想更应该去看的是 如初演唱会 一定不要错过